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7日 星期三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今年以來中國裁員大潮來勢洶湧 習近平也束手無策了 有分析指出 中國處在爆發社會動亂前夜 中共一再宣傳 再窮不能窮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真的如此嗎?現在高校學費掌聲一片 大部分賬幅高達三成到四成 中共又當了冤大頭 一帶一路國家還不了錢 中國海外貸賬標至2.3兆台幣 多重不利因素疊加 歐美投資人逃離中國 今年的北京樓市有多慘 降價50萬人無人接盤 北京尚且如此 其他地方更糟了 記住2023年是你逃離樓市的最後一年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習近平這招沒法使用了中國處在爆發社會動亂前夜 今年以來中國各大企業紛紛裁員 現裁員大潮 加重了中國青年的失業危機 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 今年4月16至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達20.4% 今年中國大學畢業生人數為1158萬人 同比增加82萬人 基本形成畢業及失業的局面 與此同時 中國各大企業紛紛加入財源潮 使就業市場更加寒若冰霜 根據全球諮詢公司艾瑞博3月27日發布的調查報告 隨著經濟下行和地緣政治危機加劇 17%大陸企業已開始裁員 且43%受訪企業計劃未來一年裁員或停止招聘 今年初 中國網絡科技巨頭包括字節跳動 騰訊 京東紛紛裁員 鳳凰財經1月5日報導 字節跳動2022年底傳出裁員 估計整體優化規模約10% B站 小米 知乎也有裁員消息 到上個月5月為止 阿里巴巴裁員板塊涉及陶天集團 菜鳥 本地生活 雲智能集團 大文魚 總裁員名額2.5萬 淘寶天貓產年裁員25% 阿里雲智能裁員7%等等 另外 有數據顯示 中國網絡巨頭騰訊在今年3月較去年同期減少近1萬人 河南鄭州的一個民營企業老闆肖明5月30日對大紀元表示 現在企業缺人都不敢招 主要是負擔不起 企業沒有能力給員工買社保公基金 都處於維持狀態 所以不敢招正式員工 肖明認為今年應該是大裁員潮的開始 對企業來說 是要考慮人力資源和成本的 訂單少了 外資撤了 很多加工業都轉到東南亞其他國家去了 用工崗位自然就少了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埃肯商學院教授謝田6月2日對大紀元介紹說 在美國 全民都有失業保險 美國農業人口不到5% 農民基本不存在失業問題 城市非農業人口只要工作了一段時間 一旦失業 每個人都能領失業保險 幾個月 半年 一年不等 他說 中共把失業叫待業 這是欺騙世人的名稱 而中國的失業保險也不是覆蓋全民的 大部分農民工沒有 失業保險覆蓋面積很小 政府沒有足夠的失業保險金來覆蓋在城市裡失去工作的人 包括農民工 農民工一旦失業就回到農村去了 農村也不需要這麼多勞動力 所以中國現在處於很嚴重的問題之中 謝田拿當年文革時期的情況與現在做了對比 認為現在的情況更為嚴重 文化大革命後期 中國也出現過經濟崩潰 失業增加 當時中共黨魁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把青年人趕到農村去了 現在習近平也在試圖讓年輕人上山下鄉 但他沒有這個號召力 老百姓也不聽他的 所以中共這招也沒法使用了 問題非常之大 今年畢業的大學生有70%至80%是找不到工作的 他最後警告說 中東或南美其他國家年輕人的失業率超過15%至20%的話 就會爆發社會動亂 其實中國也處在爆發社會動亂的前夜 中國地方財政緊縮 大學學費狂漲於五成 路透社6月5日披露 受到國家高等教育預算減少以及地方財政緊張的影響 中國近期大幅上調大學學費 部分院校的學費更是20年以來首次上調 報導指出 中國大學幾乎都是嚴重依賴於國家撥款的共辦大學 但經歷三年嚴苛防疫政策 房地產危機和經濟低迷後 各地政府由於財政緊縮已無力補貼高等院校 中國多個省份和主要城市紛紛上調大學學費的消息 引起公眾對於高校辦學成本的激烈討論 在社交媒體平臺微博上 有網友表示 財政撥款不夠 居然從大學學費入手 我只能說呵呵 還有網友認為 學費漲幅過高 對貧困家庭的學生不公 高等教育恐變成精英教育 又要有一堆人上不起學了 此外 公共輿論還關心有關大學助學金和獎學金的問題 據路透社統計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已在週日將部分理科 工科和體育專業的學費提高到7700元人民幣 漲幅高達54% 而文科專業的學費則上漲30% 此外 上海電力大學理工科學費也上漲40% 而管理學 經濟學和文學專業的學費則較去年同期上漲了30% 過去20年中 上海各高校從未上調過學費 今年4月 上海市政府組織召開了優化公辦高校本專科學費形成機制聽證會 教育部門提到 今年公辦高校本專科平均學費的漲幅約為33% 不僅是所謂經濟金融中心的上海上調學費 在中國其他人口密集的省份 高校學費也是掌聲一片 根據地方政府的有關公告 截至目前 吉林 山東 陝西等地高校也紛紛宣布上調高校學費 其中四川漲幅最大 高達41% 路透社援引中國教育部發布的一份預算報告分析說 2023年 中國教育部高等教育預算支出同比下降了3.7%至1026億元人民幣 而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劉勤及其團隊上月也曾建議 將在中國就學的國際學生學費 從每年約2萬元人民幣提高至11萬元 窮國還不了錢 中國海外呆帳標至2.3兆元 中國持續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計劃 透過港口 公路 鐵路等基礎建設 在亞洲 到非洲 歐洲等國家擴大自身影響力 如今卻面臨呆帳問題 有數據顯示 從2020年到2022年間 未按照最初約定償還的問題債券達到768億美元 約台幣2.35兆元 是2017年至2019年的4倍之多 顯示出一帶一路已經成為中國的金融負擔 榮鼎諮詢調查顯示 從2020年到今年3月底 中國機構向世界各地 公路 鐵路 港口 機場和其他基礎設施提供的一帶一路貸款中 有785億美元的借款無法收回 過去10年 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擴大全球影響力 向亞非歐國家提供巨額貸款 使許多國家掉進債務陷阱 但隨著問題債務的積累 這項工程也漸漸放緩 據世界銀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AIDATA和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的研究報告 從2000年至2021年底之間 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紓困貸款總額為2400億美元 而在2019年至2021年底 這種紓困貸款的總值達到1040億美元 截至4月底 中國外匯儲備達到3.2兆美元 但其中大部分都用於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 因此難以動用 若壞賬增加 中國有可能出現外幣短缺的風險增大 又創新低 美歐投資人逃離 根據日經新聞Nikki報導 中國的風險投資業者表示 因為政治因素 現在已經越來越難從西方投資者那裡募集資金 管理約26億美元資產的中國生物技術投資者史蒂文王 是敲響景中的人之一 他說 中美政治局勢緊張 也不認為局勢會很快好轉 因此他調整投資策略 減少對美國投資者的依賴 自2014年以來 他的公司Highlight Capital大約投資100家公司 主要聚焦醫藥和生物技術公司 如今 美國投資者只佔25% 低於幾年前35% PitchBook的數據顯示 在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下 美國和歐洲投資者第一級參與中國風險交易美元融資 已降至201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2023年前三個月 大中華區微信募集金額為161億美元 而2019年同期為175億美元 今年第一級美國投資者參與的募資額度降至13億美元 2019年同期為57億美元 而今年的歐洲投資者的數字僅為3000萬美元 低於2019年的60.5億美元 中共第三輪下調存款利率 這次燒到村鎮銀行 近期 包含四川 吉林 內蒙古 山東等地多家存鎮銀行陸續宣布 從6月起調降部分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 普遍下降幅度大多在5BP到30BP 喀什農商銀行3日公告表示 從6日起個人存款整存整取掛牌利率 調整為一年起5萬元 10萬元 20萬元起 存利率分別為1.95% 2.05% 2.15% 較此前降低5BP 3年前20萬元起 存利率為3.15% 下調24BP 據第一財經不完全統計 近一週內 還有包含內蒙古烏海銀行 深圳羅湖南海村鎮銀行 蒙商銀行 督江燕京都村鎮銀行 銅鑼橫峰村鎮銀行等近10家銀行 也密集發布利率調整公告 根據央廣網報導 本輪利率調整大約集中在3年期 及以上的中長期限定期存款 此次調降後 5年期定存產品利率基本都降至4%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 這已是大陸銀行 今年對定存利率的第三輪降息潮 回顧4月起 每逢月初 均有銀行密集宣布降息 4月初是河南 廣東 湖北多家中小銀行 下調定期存款利率 而打響存款降息潮第一槍 5月初則有浙商銀行 橫峰銀行 渤海銀行官巡存款降息 讓國有行 股份行的定存掛牌利率基本告別30% 北京樓市密不發喪 今年的北京樓市有多慘 多個區域房價下跌 二手房想賣都賣不掉 有業主一天降價20萬 只求甩掉手上的房產 有的降價50萬也無人接盤 北京樓市正在經歷践踏式拋售潮 二手房掛牌量驚人 已經突破12萬套 但接盤俠實在太難找 四月份北京網籤的房產才13928套 環比大跌37% 五月數據只會更慘 往小的方面講 北京擠著拋售的二手房 大部分集中在老破曉 就拿鏈家掛牌的11萬套房產做例子 樓齡10年以內的房源只有十分之一 70坪以下的房源佔比最大 現在老破曉置換的鏈條基本上是被切斷了 自從北京取消學位政策實行大學區的政策後 老破曉的缺點就被放大了 往大的方面講 北京樓市的趨勢只是中國樓市趨勢的縮影 現在全國樓市都不好 各地不斷給樓市打槍新增 限跌令 公基金付首付 下調貸款利率 貸押過戶 各種各樣的刺激政策 在大趨勢面前 這些政策其實很無力 依然沒辦法阻止房價下跌 掛牌量驚噴 政策已經在慢慢失去效用 2023年是你逃離樓市的最後一年 別有太多妄想 當樓市真的到了失控的時候 政策也就失效了 即使北京這樣極其優秀的大城市 也沒辦法阻止大趨勢 更不用說其他城市了 以上就是本期阿波羅網政經熱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點贊 轉發 留言和贊助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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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